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平安 我相信你来的时候在这里充满神的爱 这里充满神的平安 Amen 所以呢 每一次回到神的店中 多少人知道说是孩子跟天父相遇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你来到这里是非常有价值 我常常很称赞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 parking半个小时45分钟 自得的 Amen吗 还没有人说Amen Amen吗 是自得的 Amen 所以丰收弟兄姐妹有一个的代价 就是我宁愿parking这么久 我都要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因为这个地方自得我早一个小时 没有人说Amen啊 有一些人跑去找吃 一个半小时还是照等的对不对 有没有人因为吃等一个半小时的 没有 丰收教会不会的啦 我们丰收教会是一个小时 就是等来听神的话的 Amen 派讲将荣耀归给神 Amen Amen 感恩 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那今天的时候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大声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来 再来一次 一二三 成为别人的祝福 多少能渴望呢 你的生命的里面 你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的 我非常相信 这个的主题 不是一个口号 跟我说 不是口号 跟我说 要成为我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那么今天我们的祷告是说 神啊 是否我的生命 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听父母 谢谢您 今天你的话 再一次要临到我们 我们原来是成为别人祝福的一般的人 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祝福 我们不是单单求你祝福我 但是神啊 你差遣我们 把这个祝福化成别人的祝福 祝你改变我们的观念 不再求只是之外 我自己蒙福 神啊 我们的生命 应该让别人 得到更大的祝福 求你今天晚上 圣灵 求你改变我们的观念 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做让我们真的听见 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Amen 好 大家还记得 今年我们要建立的主题吗 还记得吗 我们记得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突破什么 突破限制 向外扩展 你们好像忘记了 我们再来大声一点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突破限制 向外扩展 请问这是口号 还是神要把这句话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多少人今天已经来到几月了 几月了 从十月了 我们从一月到十月 你觉得有一点点的突破 请举手一下 派奖家荣耀给神 你们很多故事 一月到十月 上帝引导我们 有一些的突破 这几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是我休息一个礼拜 那有一些人懂 我去哪里玩了 我在 王美不是我讲的 她讲的 全城里面 只记得我那两天爬上吗 OK 那我真的去休息 那其中一样的事情 我的姐妹就告诉我 说 牧师 你有突破 我说 我突破什么 原来呢 我是有居高症的人 那要去爬这样的伤 真的不简单 那今天我不讲这个故事 我的故事是讲 神引导 神允许有一些的事情 让我去经历 我的弟兄就说 上帝引导你去经历 我就学一样的事情 就是呢 从神那里来的 超自然的勇气 因为上帝可能很知道我 我心中有惧怕 但教会越来越大 请问弟兄姐妹 面对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多 人事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多 身为牧者 有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 面对问题 面对多了 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的惧怕 但是很奇妙 当我在回想 为什么神允许 原来上帝要我 突破 我一些的惧怕 让我回来 更加有勇气 去面对问题 可以派一张叫荣耀归给神吗 Amen 所以我非常相信 每一个人 在丰收教会里面的 一月到十月 你一定有一些 生命的一个的限制 但是上帝开始呢 突破 所以我今年 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 有一些人的 上牧养学院 开始生命有一个的突破 我非常感恩 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神接下来 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不断地扩张 我们教会的 整个的方向 弟兄姐妹的信心 可以说Amen吗 我再宣告一次 这几句话 不是一个口号 是要发生在 你和我的生命 如果你信的话呢 好不好 我们大声 再宣告一次 这一句话好吗 当你再宣告 你说神啊 我今年里面 这就是我的祷告 准备好了没有 一二三 突破 限制 向外 扩张 所以我要祝福你 在今年里面呢 有更大的突破将要来临 你的生命里面 开始不断地扩张 Amen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还记得吗 今年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来谈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把福音带入 灵舍 我们的教会 要怎样开始呢 突破 就是弟兄姐妹 起来 把福音 带给我们 灵舍的时候 第二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为主应得的青少年 所以我们相信呢 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不断地传承 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被兴起的 一个教会 可以说Amen吗 今天你看到 好多年轻人在服侍 我非常的感恩 我们有第二代 有第三代的领袖 有第四代的领袖 有多少能希望呢 丰收教会呢 有不断地 传承 有不断地 好的领袖 兴起的 派奖将荣耀归给神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教会是一个 有方向 有上帝托付的一间教会 第三个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来大声一起读 成为什么 大声一点 一二三 所以十月开头呢 我们将要进入这个主题 我要祷告说 当这个主题一出来 你的生命有新的经历了 Amen 我们一起来看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成为别人的祝福 首先我要问的是 第一 是否我们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 成为家人的祝福 Amen 你是一个父母 你在家里面 是否孩子说 感谢主 我的爸爸妈妈 成为我极大的祝福 或者是孩子 爸爸妈妈说 感谢主 我的孩子成为 这家极大的祝福 多少人希望看见的 第二 我可能要问的是 是否呢 多少人在学校读书的 请你举手一下 你还在读书的 摇摇你手 多少年轻人举手的 你愿意成为 你在学校里面的祝福 学校因为有你在里面 学校整个的不一样 多少人相信 基督徒有这个影响力的 Amen 你能够成为 学校里面的 其他的祝福 第三 多少人在工作的 摇摇你的手 在做工的 我要祝福你 是否你成为 职场的祝福 你在职场 你在公司 你在这个里面 因为你的存在 整个公司不一样 整个公司 有上帝的祝福 你能够解决 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就开始问说 遇到问题 问这个基督徒 很有智慧的 多少人愿意成为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个口号 这个我要相信说 上帝要在我们当中 做奇妙事 第一次我要问的是 是否我们愿意成为 这个社区的祝福 弟兄姐妹 你要看见 丰收教会成为 世古来 这个地方的祝福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里面 也开始很多 在社区上有帮助的 有需要的 我们都要愿意帮助 但是我总是相信 有一些的人 你在挣扎 我相信神在呼召 更多人起来 为这个社区 做一些的事情 Amen 第五我要问你的就是 是否我们能够成为 众教会的祝福 弟兄姐妹 世古来丰收的存在 不是单单只为世古来 我们要成为 跟我说 众教会的祝福 这一两年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的大会 我们发现 无人在牧养学院 在大会都好 我们开始 引导一些的 其他的教会 能够一起来参与 我们发现 上帝在许多的工作 在许多的众教会里面 开始呢 透过教会 来祝福他们 所以多少人相信说 我们要成为 别人的祝福了 Amen 派奖家 荣耀归给神 所以可能你问一个问题说 怎样的人 才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这是我要问大家的问题 怎样的人 才能成为 别人的祝福 大声跟我一起说 能被神使用的人 再来一次 能被神使用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的力量 不是有多少人聚会 如果今天丰收教会 能够来到一千人 但是没有一个 能够被神用 请问有用吗 我们来的很多人 我们有很好的节目 我们有很好的敬拜 很好的灯光 很好的音响 我们可以吸引好多好多人来 但是没有一个 可以被神所用 请问教会 有价值走下去吗 教会因为存在 不当因为人数 乃是在教会里面 有一般人被信其 是被神所用的 多少是政府主张的 举手一下 政府转圈 你举手一下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呢 就是小组 不是因为人来 人多而已 我们要问我们的小组 到底在我的小组里面 有多少个核心 副组长 组长是被神所用 我们可以来很多人 但是这些人 能被神所用吗 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满足 风收教会 很多人 我们很开心 每一个礼拜 都有人来小组 我们很开心了 但是我们要问 这几个问题 这些人 真的 能够被 神所用吗 所以请你 祝福你旁边的人 你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Amen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这次当我去旅行的时候呢 我们的姐妹 非常厉害拍照 所以她就拍了一张照呢 我是觉得 好有恩感 那有一次呢 在这个旅行的里面呢 我就去了一个的稻田 你多少人知道说 日本里面 其中一个最好吃的 就是她的 什么 她的米饭 我跟你讲 是一级半的 我跟Dr. Day 就非常欣赏 这个米饭 所以我到了一个稻田里面 我就看到 这一个的图画 OK 看到这个的图画 她拍下来 美不美啊 这张 哇 我们姐妹拍的 非常美 她去到那边 拍到这张照的时候呢 我就看见 突然间我的心里面 有几句话出来 我的心里面有个感动 说 孩子你知道什么是 什么是丰收教会吗 告诉我什么是丰收教会 什么是丰收教会 丰收教会就好像 这一幅的图画 这一块田里面 充满了什么 稻米 每一棵稻米呢 就结满了许多的米粒 出来 对不对 每一个稻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间想起呢 上帝的话说呢 这块田里面 有麦子 也有什么 麦子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 有两种的人 一种像稻米一样 当他在教会里面 他有生命的时候 他生命能够接触什么 许多的子力来 多少人希望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生命 能够接触许多的子力来 我们不但是一个人 我们能够接触 许多的国子来 阿们 但是有一种呢 是叫做麦子 这一种的麦子呢 也生长在这个的稻田里面 它跟这个的麦子呢 很相似 但是呢 这个是有毒的 你明白吗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跟麦子呢 磨在一起的话呢 你吃的东西会中毒 所以耶稣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 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丰收教会 有许多的人 有生命的人要起来 所以跟我说 我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到底神要用的是怎样的人 怎样的人是神所要用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一个信心 顺服生命的仆人 是非常的重要 好 跟我说 信心很重要 顺服很重要 这两个呢 是非常重要 上帝要使用你 上帝要使用的人 这两个功课 是一定要学的 好 我们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 信心的能力 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 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1 2 3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跟我说 加征我的信心 那当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的时候 为什么门徒们要问耶稣说 耶稣啊 求你增加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不够 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我们必须从路加福音第17章 第1到第4节来看 为什么门徒有一个的信心说 你一定要增加我的信心 来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1 2 3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 就是把摩石 全在这人的景象上 丢在海里 还强如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了 第三节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 就春节他 他若悔改了 就要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跟我说我要饶恕人 我的问题就是 弟兄姐妹 当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说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还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多少人承认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成为祝福 有一些人会绊倒人的 是还是不是啊 是不是事实啊 会绊倒人的 弟兄姐妹 绊倒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绊倒这个字呢 在英文里面 他们也把它翻译成 冒犯 跟我说冒犯 那换句话说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绊倒人 就是你被人冒犯 这件事情是免不了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常常让别人跌倒的话 我们会很大问题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冒犯这个字呢 换句话说呢 是撒旦诱惑人 使人不饶恕 而且什么 跌倒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有没有会绊倒人的事情啊 有一天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面对 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离开教会 因为常常呢 他觉得某某领袖的生命 他的生命不好 他讲的话不好 绑倒的人 我常常在思想 如果我们常常容易被冒犯 能够被神使用吗 我再讲一次 常常容易被冒犯的人 上帝要用他吗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常常容易受伤 上帝本来要用你的 你常常呢 很容易被冒犯 很容易被人家 说的东西绑倒 很难被使用 那换句话说 弟兄姐妹听好了 无论你有多有才干 恩赐 若你的生命充满苦毒 不能饶恕 很难被神使用 所以在第一节的里面 神就开始呢 要纠正这些门徒的生命 生命非常 跟我说生命非常重要 上帝没有办法 用生命充满苦毒的人 去借出生命的果子来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 必须要进入到什么 跟我说 饶恕的大人 换句话说 神要用的人 是用怎样的人 跟我说 不容易被冒犯 有包容心的人 多少人相信 神要使你的心 被训练成 不容易被冒犯 所以他在这里 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呢 就是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 你要劝戒他 若是懊悔了 就要什么 饶恕他 所以第一个功课 弟兄姐妹 要被神所用吗 你要被神所用吗 你要学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你能够饶恕 神很难用充满苦毒的人 来建造上帝的国度 所以呢 饶恕的心 要常常在我们里面 可以说阿们吗 问题是在这里了 所以呢 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 当他谈到饶恕的问题的时候 请问容易做吗 弟兄姐妹 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门徒们就开始回应耶稣说什么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再来一次 一起说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再来一次 求主加征 我发现有一些人的限制 在你服事上很大的限制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你心里面 有许多的不饶恕 不是神不要用你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你很难被神所使用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门徒们知道 他七次得罪我 他只要说sorry 我又要原谅他 突然间他发现呢 我做不到 多少人承认很多时候呢 我们被我们的小组组员 被弟兄弟得罪到不懂多少次了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有没有啊 容易吗 所以门徒们就开始做一个祷告 他问的问题太好了 门徒问的很有智慧的问题 他没有说神啊 你看他得罪我七次 你要我饶恕他几次 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就给我这样的脸色看 没有去载他罢了吗 我做了九件好事 他都没有看 只是那一次罢了 他就定罪我到今天 主啊 服事你多么困难 你再叫我饶恕他 很难哦 我这样的用心 有没有啊 我这样的陪帮他 我这样的慕养他 他这样对我 算了啦 来教会就是对神 不要对人啊 看都不要看他啦 我们来就好好敬拜神 全心献上 主啊敬拜你 当然一打开眼睛 又看到他 情绪又来了 容易吗 所以耶稣呢 当他讲完这个过后 门徒们就怎样 他说主啊 什么 来大声一点 求主 弟兄姐妹 克服这个问题 门徒们问了一个 非常有智慧的话 他说耶稣啊 求你增加我的信心 我要鼓励一些主员 一些弟兄姐妹 还有一些政府组长 我知道有一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 你接受不来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这个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什么 求主 加真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被冒犯 你真的胜不过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来 再来一次 当门徒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耶稣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你知道耶稣常常用什么解决问题吗 跟我说真理 再来一次大声点 真理 多少人相信真理 能够克服一些恶者的欺骗 跟诡诈 可以说阿妹吗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来 我们来看耶稣告诉他们什么真理 第十七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说 一 二 三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棵芥菜种 就是对这时候 山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他也必听你们的 我们这里有两个图画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图画是什么 小不小 非常小 你看那手指拿出来 就是那一小粒 我们来看一下山树 这个是什么 大不大棵 种子可以对付 可以撼动这一棵的大树吗 能还是不能 但是为什么耶稣说 只要你有信心 像这么小的种子 你对这棵山树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它别听你的 多少人相信上帝的话 大有能力的 在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人 他是英国人 他那个时候 为了要保护那一些 被德国德军的人 追杀的犹太人 他就偷偷保护这些犹太人 他就抓 就是告诉那一些的 犹太人说 来 我来帮助你 保护你 最后他保护犹太人 这件事情 被查到 代价是什么 他的姐姐跟的爸爸 当场被这一个的德军 枪毙 从此以后 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这一个人 他成为传道人 有一次 他讲到上帝的饶恕 在这个会场里面 讲到上帝的饶恕 他讲到他的经历 哪里知道 开枪那一个人 就坐在当中 当他说 多少人愿意领受 上帝赦免 他跑出来 那个时候他 他那个人就告诉他说 他说你刚才讲那个故事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 他说我知道 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我知道神能够赦免我 但是今天 我很想来到你面前 亲自听到你说 你愿意原谅我 我需要你原谅我 好吗 他就伸出手来 那个传道人说 他很想 找一个洞撞进去 因为他很想饶恕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画面就出来 他看到那一个人拿枪 把自己的姐姐跟爸爸枪毙 然后心里面有一句话说 一句原谅 说我原谅你是解决你的问题吗 就饶恕你的罪吗 哪里这么容易放过你 哇 他里面很困难 你知道当他很困难的时候呢 他做什么吗 他就祷告 他说神啊 我告诉你 神啊 我很难做到 我现在只有一股的力量 就是我愿意伸出手来 我没有别的力量 我的信心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我踏出一步 我伸出手来 我什么都不会讲 我真的不能了 神啊 你要你就帮我 没有的话 我真的做不到 你知道吗 多少人相信 信心是大有能力的 当他说神啊 我愿意伸出我的手的时候 跟我说 信心的第一步 神就开始动工 当他愿意把手一拿出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他突然间感受到 那一股的热流 充满着他 上帝的爱 什么 大大的充满他 当他一被充满的时候 他流出眼泪来 他就过去抱住这个人说 我愿意饶恕你 从心里面 那一天 他就大大的得胜 他离开了他以前的阴影 派展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要怎样处理被冒犯 我们常常说 神啊用我 神啊使用我的服事 我们怎样常常去 克服这个问题呢 耶稣在这里讲 只要你有信心 像一粒 接菜种 这个传道人 他说我只有一个信心 我的信心是什么 伸出手来 我做不到了 上帝有没有轻看 这个小小的动作 有没有 所以当你踏出那信心 说神我信靠你的时候 突然间 他生命里面的伤诉 多少人知道说 当你怨恨久了 苦毒砸砸跟久了过后 会生出一个什么 大树来 所以有一些人的服事 弟兄姐妹 一直没有突破 因为你的问题 已经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树 根深蒂固了 但是今天 无论这个问题有多大 只要今天你顺服上帝的话 这个问题呢 要不完全被除掉 就好像这个传道人一样 但他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 只是一步罢了 突然间上帝的爱 大大的充满他 那个时候开始 断掉这一切怨恨的梗 整棵大树呢 被上帝拔起来 丢在海里面 从此以后 他的生命不再苦毒 从此以后 他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 无论他到哪里都好 他说出这一篇的道 许多人的心被感动 许多人脱离这些的捆绑 我们派一枪 终于要归给神 所以我的问题 要问大家的是 这信心怎样 帮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要问大家 弟兄姐妹 多少人看到 今天的社会 我们的周围环境 有许多人活在苦毒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吗 有没有看到许多的家庭里面 无论是夫妻关系也好 孩子们的关系也好 职产的关系也好 充满着许多的苦毒 有没有 请问你的信心 能够帮助他们 脱离这些苦毒吗 能还是不能 多少人要相信呢 你要成为职产的祝福 家里的祝福 什么叫做成为他们的祝福 就是你从上帝那边 领受的这个信心 原谅的信心 和好的信心 把这个信心 运用在这个层面里面 你看到人与人格好 你看到人与神的和好 多少人知道 这个很重要 要要你的手 多少人希望 你能够领受这个恩高 神啊 你帮助我 给我这个恩高 让我看到许多被破碎的 不饶恕的 让我的生命 当我跟他谈的时候 突然间他怨恨没有了 他得到完全自由 和释放了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这个能力要从丰收教会里面 释放出去 但是首先 我们要胜过 跟我说我自己要胜过 你自己要经历到 你自己要经历到 这个饶恕的能力 所以耶稣在这里指着信心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有这一颗信心的时候 不但你能够得释放 你能够看到 许许多多的人活在 这个恨里面 仇恨里面 不饶恕里面 得到完全自由 我要祷告说 丰收教会要成为 别人的祝福 跟我一起说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大声一点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所以耶稣讲完了 这个的 路加福音第17章第6节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的高继续呢 就用路加福音第17章 第7到第10节 突然间他讲完信心种子的比喻 他就来到 第17章第7到第10节 突然他讲什么 仆人的比喻 我要问一个问题是 信心跟仆人的态度 有没有关系 我再讲一次 信心跟仆人的态度 有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为什么讲完信心过后 他突然间 他讲完就是仆人的重要性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第17章第7到第10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1 2 3 仆人 仆人跟地或是犯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坐下来吃饭呢 且不是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散带子 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着吩咐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的吩咐 只单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应分所做的 来我们再读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应分做的 但耶稣讲完信心的比喻的时候 为什么他用仆人的比喻来做 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 我在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个感动 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呢 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孩子 当妈妈叫他做家务的时候 他就开始算 算什么 今天妈妈叫我倒垃圾 两块钱 今天妈妈说洗厕所五块 因为外面的点钟旅用也蛮贵的 所以做些什么事 这个孩子就开始计算 然后每一个月就把那个单张 给妈妈 告诉她说 妈今年你要给我二十块 因为在家务 我很听话帮你做完 妈妈也没有做什么 她就写了另外一个单张给她 你出生的时候 医药费免费 生病的时候 我在里看医生 免费 你去学校每一天要吃的东西 上餐煮的 也没有话说 是吧 免费 你去学校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费用免 你一点都不担心 我完全预备给你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是不是很会跟神算 我们很少说这句话 神啊 我所做的 是我应当所做的 如果这孩子知道 父母原来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他就不敢跟父母算 只能乖乖地把家务做好 为什么 这是应当 我应当本分 对不对啊 这么年轻人不敢看我 是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 有没有可能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 我们也跟神开始斤斤计较 神今天我这样的奴隶的服侍你 给你十分之一 你一定要这样的祝福我 当没有祝福来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人变色了 这么他们的信心 有事情发生 我的信心没有的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我在思考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愿意 成为神的仆人 还是神成为我们的仆人 我再讲一次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选择 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什么 仆人 还是神成为我的仆人 所以今天很多人 经历到信心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这个信心呢 好像让他夸大 就觉得是我能 慢慢的把上帝呢 成为我仆人 为我的生命来效力 你发现这位神 就是让你成功 供应你力量 你越做越发达 你越做呢 越 哇 事业越来越阔 你会发现 这就是祝福 但是我发现 这一些人就是停留在 十七章里面 没有进入到仆人的心态 弟兄姐妹 当神越祝福你的时候 你要越懂得做仆人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今天发现 很多人得到信心 他很追求信心 因为他觉得 信心可以帮助他 增加他个人的利益 但是没有跟神 有更多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呢 用这个比喻 再一次提醒我们 信心不只是 这个积极的力量 去实现我要的生活 信心乃是对神 顺服了生命的态度 就好像仆人 对主人的心态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神要祝福你更多 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你 当更多的祝福来的时候 你要更多的懂得 谦卑之计 成为仆人 我们请米苏先生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看神要用的人是什么 弟兄姐妹 神要用的人是什么呢 神要用的人就是 一个仆人 完全顺服 和服侍主人的态度 跟我说服侍主人的态度 什么是不能被神使用的呢 从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种的人 不能被神使用的 就是不要服侍的人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属灵的事业者 仆人有一个的心态 这个心态就是 马哥说服侍 你请工人来 那个工人不做工可以吗 弟兄姐妹 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愿意成为神的仆人 什么意思 就是我愿意服侍神 服侍人 千万不要进入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你不愿意服侍 我再讲一次 多少人愿意服侍神的 摇摇你的手 弟兄姐妹 丰收教会 今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因为你愿意服侍神 服侍人 跟我说 我愿意服侍神 我愿意服侍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主人请这两个人来 仆人来做什么 跟我说耕地 跟我说耕地 泛羊 这个主人呢 呼召这些仆人来 这个主人的心里面呢 他有一块很大的田地 他要这些仆人来 就是跟这个的田地 他有许多的羊 他需要很多人起来 成为这些羊群的祝福和榜样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到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坊物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什么是服侍 服侍就是与神同工 多少人觉得你一生当中 你能够服侍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你有机会跟神一起什么 同工 什么叫跟神同工 上帝心中里面有一个计划 他看到呢 上帝的国呢 就好像一个什么 耕种的田地 有一个耕种的田地 请问在田地里面 有三种的工作需要做 请问第一种是什么 你要什么 跟我说啥种 搅灌 收割 来再一次 多少人知道说 上帝的国里面 需要很多的仆人 服侍的人 起来做 啥种的工作 上帝的国度里面 需要很多人起来 开始做什么 搅灌的工作 收割的工作 弟兄姐妹 今天你参与上帝的工作吗 我们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吗 你要进到这个上帝的和禅里面 开始说 神啊 用我 成为收割的人 可以说阿们吗 用我成为脚光的人 用我成为什么 啥种的人 Amen 除非你今天有个仆人的心态 第二呢 你会发现上帝的国度里面 他说这些仆人来做什么 就是来泛养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21章第16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123 耶稣第二次对他们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羊 我的羊 多少人今天听见 神在呼唤你 上帝有好多的羊群 长不到 上帝还有很多的羊群 没有找回来 今天我们在教会做什么 你在这里五年十年 你在做什么 弟兄姐妹 神正在呼唤他的声音 他的教会 缺少了很多的这个工人 为什么这些工人 没有一个的功能了 大家不愿意服侍了 大家觉得服侍很累了 弟兄姐妹 有没有可能 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主人啊 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 我所做的 本事我应该做的 为什么一个主 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呢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 罗马书第六章 十六到十八节 跟我说 我需要有仆人的心态 再来是我需要 有仆人的心态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问你 今天你有服侍吗 有服侍的摇摇你的手 多少人放弃了服侍呢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神正在呼唤 他的仆人起来 神要使用你成为众人的祝福 首先他要找到 可以用的人 可以用的人是怎样呢 有信心 愿意顺服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 猜之强调说 要有仆人的心态 我愿意做仆人 为什么呢 仆人服侍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愿意服侍人 我愿意服侍神 你为什么愿意服侍呢 罗马书第六章 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 且不知你们献上自己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好吗 罗马书第六章 第十六节到十八节 不用紧 我读给大家听 且不知你们献上自己为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神的话说呢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在心里顺服了 我们所传给你们 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到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服侍 为什么 多少人承认 曾经我们是罪的奴仆 我们活在罪的里面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与神各绝 我们原等要受极大的上帝的愤怒 但是今天 耶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把我们救赎回来 因神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当我们领悟的时候 我们领受这份爱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说 神啊 从今天开始 我愿意为你而活 我不要活在罪的里面 Amen 我很喜欢这首歌 它说 我能给你什么 回应你说给我的 我能给你什么 这首歌它说 主啊我可以给你什么 回应你给我的 是那么多 神啊 你给我多到一个地步 你为我死 你为我负上 他说 我谁不配 你使我尊贵 世界舍弃的 你看我为宝贝 多少人知道 神给我们很多 我再讲 神给你多不多 我再说 神给你多不多 我们给神什么 我们是否来到这里呢 这每一天跟神自取 我要成功 我要解决问题 祝福我 今天你能不能来到 神的面前说 神啊 我能给你什么 你给我这么多 这句话它继续说 我能给你什么 回应你所给的 为我舍命 使我完全 在创世以前 你已经拣选了我 阿们 多少人今天你立志说 神啊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了 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好不好你一起站起来 好不好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 来说神啊 让我的生命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谢谢大家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